大家好,我是視光伯的ABLE,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在未來這兩個月中,我們最少有三個重要的換錶拍賣會 第一個是蘇富比的秋拍,他們的換錶部分是定了在10月9日向香港舉辦 其中有兩種拍品比較特別 這就是勞力時的Reference 16528在1996年生產的換錶 這隻黃金錶殼的Deytona,它的特色是有一個青金石的錶面 還有鑽石的示錶 據專家說,所有勞力時的Deytona,如果它們是Hastondyle 它們的錶殼材質都是白色金屬,即是18K的白金,或是Practinum鉑金 這隻黃金的Deytona,而有青金石的錶面,可能是一隻讀音無異的換錶 這款錶的股價是港幣400萬至800萬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7月,有一隻勞力時的16516的Deytona 拍金的錶殼,是皮帶的 它亦有一個青金石的Dial,那一隻是拍了2500萬港幣 所以這次也有可能會破紀錄 第二隻我們想說的碗錶就是Practin 1436 這隻碗錶的特別之處就是,它在1961年的時候 其中一個重要的經銷商Tiffany是買出的 這隻碗錶是Double Signed Tiffany的Logo都放在香港錶面上 令到這碗錶更加罕有 專家說,這一種追蹤計時的型號 Practin總共只生產了140隻 而這隻有可能是獨一無二的 原因就是因為錶面上的Index是特別短的 在其他同類型的碗錶裡面是沒有見過的 這碗錶的股價是港幣460萬至780萬 而第二個拍賣會就是富藝師Philips 將會在日內瓦舉辦的Auction No.12 它定的日期是11月6日至7日 這個拍賣會就有很多20世紀或者21世紀的碗錶 準備是拍出的 我們選了有兩隻 第一隻就是Practin Philip的編號2523-1 這個碗錶特別之處就是 它是一個玫瑰金的錶殼 還有它是有一個機黑錶面的 這隻世界時的碗錶是最早期的世界時碗錶 是Practin Philip的型號 專家估計是Practin Philip只做了同類型的碗錶四隻 這隻碗錶還有Case的Condition是Perfect 即是完全沒有經過再打磨 也沒有坎花撞爛 它的股價是港幣1700萬至3400萬 今次富藝師這個拍賣會裡面 股價最高的就是碗錶 在1954年的時候推出 這碗錶的特別之處 除了很大的錶冠之外 就是那個369的Explorer的Dial 這一種的錶面是非常受到收藏家的喜愛的 尤其是這個錶面還是一個Tropical 即是所謂的巧克力式 因為經過長時間被陽光照射 它的顏色轉變了 而它轉變得非常漂亮 變成了好像巧克力式 所以這碗錶的股價是340萬至680萬 都挺貴的 不過有可能會超過這個股價都不定 接下來想說的一隻碗錶就是 勞力士Reference 8171的Full Calendar 全力的碗錶 我們看看這個碗錶和我們心目中的勞力士 好像有點不同 是1950年代的勞力士 它這個全力錶有星期有日曆 還有月份還有月上 它也是一個完全沒有經過再打磨完美的一個鋼殼 38毫米的直徑 它的股價是250萬港幣到510萬港幣左右 在去年5月 有一隻銅型號的黃金標款 曾經是拍過 超過港幣800萬 在Geneva 12號拍賣完成之後 在11月8日 有另一個副藝師和Blackbird 即是我們香港的收藏家 麥俊喬先生的公司 一起去合作 叫做Retrospective 回顧2000期至2020年的碗錶 在去年的時候 麥先生和Philips曾經聯手推出過一個拍賣 叫做 一附在Ceese Bradburg的Sport Auction 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 Auction 是100%賣出 所以叫做White Growth Sale 今年他們再接再禮 其中有一隻編號5531 帕特Philips的World Time 加三文的碗錶 亦都有可能是獨一無二的碗錶 這碗錶還有一個俠師法郎 一個錶盤 這個碗錶 它的股價是425萬港幣 至850萬港幣 另外一隻會在這個拍賣會裡面出現的碗錶 是Richard Mill的RM038 To Beyond Buba Watson的一個限制 Buba 是職業高爾夫球的冠軍球手 他是左腰的 他亦非常喜歡在打球的時候大碗錶 所以是完美的為Richard Mill先生去試 他這一隻很特別的塔菲倫碗錶 這一隻碗錶是用了一種叫做 Magnesium Aluminium AZ91的材質的阿萊去製造的 這一種合金是90%是Magnesium 8.9%是Aluminium 他的好處就是夠輕 和非常之堅硬 這碗錶在2011年推出的時候限量38隻 當年定價大概是400萬港幣 但今天這碗錶的拍賣股價 只有一百五十萬至三百萬 我們要看看究竟他拍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第三個我們想說的Auction 就是傑士德的秋拍 他的本錶部分定了在11月28日 亦都在香港舉辦 他們今次叫做精緻明標紅寶石系列 特色就是拍品很多都有紅寶石的功能 其中一隻就是Para Phillip的編號1518 這個是第一代的Perpetual Calendar Chronograph 我們之前都說過 Para Phillip的Perpetual Calendar Chronograph 在收藏界裡面是非常之受到追捧 這一隻還是Mr.Charles Stern的訂製碗錶 也應該是一隻讀一無二的碗錶 Mr.Charles Stern究竟是哪位呢 他就是今天Para Phillip的總裁 Mr.Thierry Stern的曾祖父 Terns Family是擁有Para Phillip這個品牌 這個碗錶的最大的特色當然就是 他的時標是用紅寶石造 在三點鐘位置的三十分鐘的計時盤 三分鐘的位置是有一個標準的 原來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候 講長度電話很貴的 所以他們的計時標都會在三分鐘的時候 加一個標準的標準 是提醒你講長度電話 講了三分鐘 這隻獨一無二的碗錶 它的股價是四百萬至一千二百萬 最最後一隻我們想說的碗錶 就是Para Phillip的編號5063的Equanot 自從Para Phillip的Nautilus 變成了這個運動標裡面的明星 大家都非常希望買到的 一標難求 令到Aquanot另外一隻Para Phillip的運動款 也是水上船高 是越來越受歡迎 這碗錶Possible也是一隻獨一無二的碗錶 因為這隻白金錶殼的Aquanot 它的錶盤上面有十二顆紅寶石 應該是一個訂製的Unit 就不是一個平常模特兒 一天碗錶的股價是港幣四百萬至七百八十萬 好了 今個星期一的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